今天让咱家这位地包天兔唇猫 给大家表演一个绝活 这孩子也不知道之前犯啥错了 自打来我家以后 你就跟他站着 其实也就是喂食 不过如果你选对了食物 你看他吃东西 能跟你斗死 但是你先过了黄花野龙这一关 因为他是老大 他不吃 他吃不着 走 吃饭了 这应该是嗅到了食物的味道 冻起来了 把焦点放在他身上 来了 我说不是这样子的 他是什么一个情况 大家都知道 由于这条兔唇猫 这个嘴地包天非常严重 吃东西不太方便 之前我们喂的就是泥鳅段 还行 后面我就尝试给他喂这么长的 整条泥鳅 结果他在吃整条泥鳅的时候 就是那个动作 特别特别的滑稽很搞笑 我就想拍出来给大家丑意 谁知道可能是 吃习惯了还是怎么的 他现在学会一口吞了 而且还会抢食了 现在泥鳅现在吃不出那种感觉 我就得放大招了 山鱼 也就一条 还得防着不让龙鱼和小黄猫给抢掉 下去指定得抢 那 坏了 坏了 哎呀我天 对不起 没办法了 没口服 分了 又整了两条偏大一些的泥鳅 这下你应该吃饱了不能再抢了吧 就这肚子 想吃应该都吃不下了 我私藏了那么久的一条扇鱼 食人鱼都没舍得吃 似乎这个地包天的 结果被他一口抢了都没下去 不能再抢了 我天 还抢 吃不下了吧 你弄一条得了 分一条吧 剩一条他吃不下了 他已经饱了 对抢 不行了 应该没戏了 这地包天应该是彻底觉醒了 而且这个泥鳅还是从头吞的 就那种滑稽的现象 我想目前就这个泥鳅已经体现不出来了 只能当一个简简单单喂食吧 而且还特别能吃现在 你瞅着肚子 比黄猫能吃啊 很快应该就能超过黄猫的体型啊 欣赏一下优雅的 这忽蝎蝎刚来的时候 很多帖子跟我说 要我注意 这个玩意不好养 我一挂 养了段时间嘛 还行啊 反正每天就给他稍微喂点饲料 之前喂嘛还不知道吃 现在可以了 这两条鱼吧 目前尺寸只有20多公分 等再养一养 养大一些 然后那个鱼鳍和尾巴再长一点 那看起来就飘逸了 那么在最后 我们看到的是 并或者找不到